哈喽我是伯儿 我们平时刷微博啊 小红书什么都会刷到 黄黑皮必满 黄黑皮超显白 最适合黄黑皮的口红 诸如此 然后我们买回来之后的表情就是 就这个色号 你跟我说显白 显黑到我妈都不认识我 你说显白 我们的钱不是钱是不是 所以 我今天邀请了一位小伙伴 震震踪踪的 把手给大家看看 黄皮 哎你手还那么满 冰的脸还满 其实这我看还挺黑的 这是晒黑的 跟我一起来试一试 这些网上强烈暗的口红 到底是不是真的适合黄黑皮 那我自然而然就一跃成为白皮 黄一白 也是白嘛 第一个 有文化就是不一样 这个管身 你看就很难看我吗 看起来就是网上说非常美好的粉色 看起来就是个美品 我觉得就是 就是这种颜色 有点瞎才会买这种 太丑了吧 这什么鬼东西 真的丑 我觉得你图上有点可爱 你在说什么屁话 我看你 大皮娃娃 有没有 太丑了 我感觉我 有点可爱 我感觉我现在看着跟你一样 跟你一样 你学一下大米娃娃 大米娃娃的 好难啊 我大米娃娃不会中 你就不要中就好了 笑 对 是不是很可爱 丑死了 我要是收到这只口红 立马跟男朋友分手 到我说了什么 来 我就是看起来有点土 说实话 我想说小男八九 还有一点图不匀 特别显纯纹 你这么孩子 是因为它不定颜色呀 好丁 真的丁 我那是真的丑 我们两个现在像 就是进城武功 武功人员也不会写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真的丑 它就是又粉又灰对吧 这个我觉得 冷白皮都不一定 欧美皮可以的 欧美那种冷白皮 对 然后它画那种欧美的 对 这个真的 黑人很喜欢图什么颜色 因为它已经够黑 它也无所谓 不在乎 图啥都 图啥都那么丑 下一只 Nurse的Muna 这只好像蛮火的 我在网上总是说到 这只肯定不是雷 看一眼就知道 像是那种枫叶棕 还挺好看的 这个就是很日常的那种颜色 我看看 就是一看就不会彩雷 不会错的外面 就是那种秋冬一定会买的颜色 这个颜色就是肯定不会出错 就是那种 谁涂谁好看 对 就是什么 什么人都适合 你先涂香再说 万一打脸怎么办 不会的 这么明显就很好涂 对吧 比那只好 好上色 而且很匀 这个锁是这样子拿的 再打完就这样拿 这样子吗 镜头看 好看吗 现在我们俩差不多白了 是不是就高级了很多 这个颜色就是比较中规中矩 不是很显白 不是很显黑 对吧 要是没有那种红棕色 倒是可以买一只 它跟普通的红棕色 其实都很像 下一个 前段时间爆火的 Mac有误弹系列303 这个颜色 我知道了 镜子颜色我看到它 那个推队的时候 还说什么元气又显白 什么青春美少女之类的 只有美少女可以涂吧 我们先看一眼网上的试色图 我们先不管它这个脸 有没有磨皮 不管人家长得好看还是难看 我们直接上嘴试一下 我怎么觉得有点好看 我怎么觉得有点好看 我感觉真的有点好看 嗯 是不是 是好看的 也不显黑 虽然它是一个亮橘色 但是我刚才骂它的话 哈哈哈 它不是很显白 但是它也不显黑 真的是青春活力少女 青春活力美少女 还是可以驾驭的 我感觉这种颜色 应该是那种 韩国小女生会很喜欢的颜色 嗯 哈哈哈 不要轻动凝固了 我不想谈话 在你的嘴巴上就特别的荧光 对不对 因为黑的话荧光就会被放大 真的特别的荧光 就已经荧光到有一点 那种荧光 就是荧光粉 你感觉第一关你的嘴巴会发亮的 那种荧光 这个颜色真的 黑皮不要轻易尝试 如果你是白皮或者黄衣白 或许可以买 但是它不显白 可是涂上去有点青春 但是黄皮是丑的荧光 下一支 这支吹秀 MOR585 跟那个兰蔻196 有一点点像是那种 土橘又带有一点胡萝卜的颜色 对了 那应该是一支 蛮好看的颜色 它这个质地超级好的 嗯 从这个质地买了 不用信了 这个颜色真的是 谁都适合的好看 这个颜色真的还挺显白的 它是那种土橘色 要是再画一个那种 橘色的眼影就好看了 这质地超级舒服 你看好看的口红就吐很久 然后丑了口红它就吐了 它就解释了 这个颜色还蛮适合黄皮 嗯 好看好 就是我发现黄皮就适合 风月色 橘橘色 就是深夜的颜色 对 它刚刚那个砖红色 嗯 饱和度不要那么高的颜色 接下来 TF15 就看试色 它是一支特别美好的奶油红 看高铁也是 偏橘一点点的红色 看起来显白又温柔 我们现在上嘴看一下 可是这个颜色 跟高铁颜色很不像 嗯 我以为它是一支红色 我也以为 怎么会变成橘色呢 它跟高铁颜色好不像啊 跟试色也不像 所以你要想想 你们在网上看到那些 师傅有几个买过来是一样的 感觉有点涂啊 好臭啊 好像是有一点 像橙香结合物的人 就是有没有 有一点点阳气 又有一点点涂 这算我不想涂了 你涂一下 指不定你涂了会好看 我还不信这个橙子 你涂起来也挺 也不知道什么的 这图案就是春花二姐妹 春花一号春花二号 这次跟一号有的拼命 它不是那种橘 荧光橘的丑 它是有点春春土土的丑 就是我的图案 为什么要买这个玩意儿呢 还那么贵 我是看到网上试色好看 我才买的 好心里说太多了 看一个最后一个 鸭箱底的宝贝 真的难看 蓝口274 这支火遍大江南北的奶茶色 我都不信这种话 微柔到哭泣 拿来上嘴试一下 这颗色真的好丑 对啊 而且我看网上还那么火 才是最奇怪的 所以最最胆雅的光 所以咱咱也不丑 全公司最好看的两个人 那我可能要期待一下下 这有颜色 瞬间哪里 你看我下面是涂了的 上面是眉涂 除了亮了一点 什么玩意都没有 这是护唇膏 只能打到的效果 对啊我十块钱的润成糕就有了 还好没买 可以说 咦你没涂完吧 那我再拿 我怎么浪费人家这个甜的 我涂了跟没涂有什么区别 你有区别 而且好黏 它不沉黏 我说话的时候感觉我嘴巴上下黏在了一起 然后就这样 给它扯开的 这个真的是不怎么显色 可能我觉得它或许素颜涂有一点好看 但是我觉得你涂有一点好看 真的吗 这就是那种奶茶色 我从来没有买过奶茶色 因为我觉得可能会不显气色 对我就是觉得不显气色 又没买 没买 就白皮本来就没什么气色 对不对 对然后一涂就更加不好看 就是白皮雷气 黄雷 真的很脸 但是我觉得你涂上还可以 是吗 但是跟我本身的唇色其实没有什么 就很像 我觉得它这个就是真的还是要看妆容 跟素唇没什么区别 对 把我的唇色均匀了一下 就适合素颜涂或许 而且这个肯定会沾头发的 就是那个冬天 我妈一吹 然后马嘴都湿 马嘴都湿 也是我不会买的 你们爱买就买吧 好了 今天的黄黑皮系列就到这里了 经过我们的轻生实测 黄黑皮最适合的颜色色系 就是偏深一点的 缝合度低一点的对吧 比如红棕色 砖红色 砖红色 深一点的土橘色 泥妈色 然后很正的那种大红色 你也不知道买什么的话 就是 越深远 买个黑色 土色就算了 黑色更不可能 就是偏深一点的 饱和度低一点的 土起来一般都还蛮显白的对吧 对不容易出色 不容易才累 大家平时看湿色的时候 还是要多做做功课的 有的湿色为了好看 那磨皮滤镜加的 最后出来的那个颜色 商家都不敢承认 这是他家自己的口红 大家平时就可以多看看 那些前置识的湿色 比如说管的湿色 对不对 大家不要觉得我们湿出来的 颜色不好看 但是这个颜色 就是你买回去最真实的样子 就是上嘴的颜色 很丑 所以 大家心里是不是都还有一片草原 有什么特别想买 但是又对湿色抱有怀疑的颜色 可以告诉我们 指不定我们可以再搞一期 记得转发评论 接赞爱你们 拜拜 拜拜